咱们的马伟明将军又出手了 这一次超能舰有希望再次改变海战的格局 大家好,我是施涛 大家对马伟明将军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 马将军长期的活跃在与电相关的一系列领域里面 包括了中国各型舰船的电驱动 以及我们最熟悉的电磁弹射系统 那么在马伟明将军的构思里面 实际上这个电语磁的应用是贯穿了整个装备体系 也包括了类似于电磁炮,电磁发射装置 以及一系列的其他的电磁的手段 那么最近马伟明将军发表的一篇论文 再次提出了一个新型的概念 那么并且这个概念有可能要改变整个海战的格局 那么马将军6月13号发表的这篇论文里面 他提到的概念叫做超能舰 那么在他的设想里面 超能舰要结合动力无限的核动力装置 以及一系列的电磁的装置 实现这个全能型的这种作战能力 那么从论文的配图里面 我们能看到马将军设想的这一艘超能舰 本身带有一些航空母舰的特征 但是它同时拥有比较大密度的这种电磁发射的武器 比如说电磁炮 比如说电磁弹射的垂直发射装置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把电与磁有机的结合 使得整艘军舰的作战能力是出现质的提升 用论文里的话就是再一次改变海战的格局 大家都知道改变海战格局的武器 之前是战略舰 后来是航空母舰 那么在马将军的构思里面 这个超能舰 未来是有能力挑战目前航空母舰的 这种所谓的海战霸主地位的 实际上马将军的这个设想它很多并不是空想 已经在咱们目前的海军装备中有所体现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 咱们说这个全电驱动的这个装置 实际上已经在咱们未来的这个将要建造的军舰上 有可能要落地 那么电磁弹射器大家已经看到了 装备在了福建舰上 还有呢就是电磁炮 之前也在咱们的海洋山号登陆舰上 进行过一定的测试 另外就是马将军说了 这个电磁导弹垂直弹射装置 实际上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 发射导弹的一门电磁炮 通过这样的手段能够赋予导弹 更高的初始能量 能够让导弹的射程增加 那么像这样林林总总的电磁装置 马将军通过一个集成式的构思 把它们和动力无限的核动力装置 组合在一起 形成这么一艘能力强大的军舰 既能够出动舰载机进行远程的攻击 同时又能凭借自身上的这一些远程的武器 进行精确的打击 确实是有可能要改变 未来海战格局的这么一款强大的武器 我们要说在这一些新型科技的探索方面 以马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科研人员 实际上已经逐步的进入到了所谓的叫做自由王国 那么以马将军的研究 以及还有咱们更熟悉的 比如说歼20以及第六代战斗机的研究团队为代表 在这些尖端领域 我们的科研人员已经可以放飞自己的想象 通过更加巧妙的构思来形成未来我们武器实现的路径 那么这本身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科研实力 这些年来逐步提升 由量变到质变体现出来的结果 那么未来我们还希望 马将军的这一些设想 能够逐步的落地走向现实 让我们这一些幸福的军民们看到更多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武器 也让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手上有更加称手的 更加强大的军事的装备 那么大家要记得 马将军当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非常霸气的话 我们这些武器都是领先的 领先就领先他美国 那么我们在现在的军事科技的发展中 当然我们的标兵就是美国 那么总有一天相信我们能够超越美国的水平 当然了我们达到这样的水平并不是为了称王称霸 而是更好的保卫自己的利益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 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